谈点第一野战军初期最有成就的七个军长 彭德怀是红军第一战将 号称红军之师 由他代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于1949年2月1日正式成立 共辖七个军 下面几个影视剧给大家盘点一下 彭德怀的一野在成立之初 七个军的军长都是谁 各有什么成就 第一军军长贺炳炎 贺炳炎是战场上赫赫有名的独臂将军 敌人眼中的独臂刀王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决衔 贺炳炎这个人在战场上从来都是冲动在前 撤退之后 历次战胜揭在下 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贺炳炎先后经过过 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有参加过百三大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大大小小的战役 曾在燕门关大截战役里 打破了军部的战胜神话 振奋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时期 又在沙家殿大截战役中 见面了湖中南最精致的整编36师 成为西北战场的重要军 被载入史册 和领延先后十一次抗战 身上共留下十六次上场 甚至在战场失去了右翼 也可因此还被称为独臂将军 它值得我们所有的最崇高的敬意 第二军军长王振 王振又称王大吴党 是毛主席最喜欢的将军 一生干的主席为国家和人民 做出了不可摸命的伟大贡献 于1955年被升任了上将军军 王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生在井冈山 长在南尼湾 转战千万里 纯恳在天山 王振的一生 无愧是党和毛主席的得力干家 他战功卓越 功高志伟 稳固了西北边陲 共互国王 为党和人民做出一生的卓越贡献 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 王振是一名令敌人 轮风丧荡的革命农家 他跟随彭德怀在西北攻场 参加过隆东三边战役 等大大小小无数战役战斗 后右率部 和平解放新疆 是新疆解放事业的元勋 可以说 王振在新疆和平解放 从来没有乱过 自身正天下定 王振将军 与天上同在 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王振夕说 没有文化的军队 是愚蠢的军队 是站不住脚的 同志们 我们要懂得一个真理 那就是 子弹打不到的地方 科学和知识 是可以达到的 第三军军长 许光达 许光达是我国最年轻的开脚反战 创建和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庄甲区 许光达荣马一生 有勇有毛 智能掌权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誓言 建立了不朽的共军 于1955年 被授予了大将军权 1940年8月 许光达临危受灭 保卫属于紧要关头的中共中央机关 取得了沙家电战争的身体 成功缘入中共中央机关安全队 扭转了陕北战局 说到毛泽东 几番让弦 英明扬天下 第四军军长 王世泰 王世泰的胆量是出了名的大 曾跟毛主席叫过来 泛系将来 天不怕地不怕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 他曾历经见难 不顾出生作词 不怕为国牺牲 为建立新中国 立下了不朽的过敏 解放战争之前 王世泰是彭老总仗下的一员虎将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 先后曾率部参加了关中 永东和遗川瓦子街 西北春起攻势 山中战役等战役等大大小小的战役 在战斗中立下了大功 正跟其杰出的军事财源 后来被毛主席亲自点赢 前往甘肃 自此 王世泰就在甘肃炸了肝 把自己后半生的经历 拥动投入其中 为甘肃的建设 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六军军长 罗云发 罗云发于备于为 铁流雄鹰 还有一个称号 叫铁塔壳 罗云发是中国人的将军 国人的骨气 民族的 于1965年 被授予中将军线 罗云发曾参加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和保卫祖国领风 当许多著名的战争 甚至现在还流传着当年 他指挥宝贝延安 七天七夜主战战的故事 他的铁脑头名号 也是在当时养殖的 在延安宝贝战中 罗云发和兄弟部队 一五五千人之 喊八万人 打破了普通男 三天攻占延安的命 实现了阻力 七天七夜的战略意义 完成了战略转移的神圣 射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赞马 对罗云发将军战斗的一声 张晋将军有失赞马 金戈铁马 岁月仇 南征北战 岂石秋 老季福利 输清时 白发担心 战神舟 足以见证 罗云发有多牛 第七军军长 彭少辉 彭少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架 红鹤鸣燕一样 是赫赫有名的独立将军 他为人耿直 不怕齐声 英勇奋战 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毕正的攻击 彭少辉一声战功卓越 在苏区反围角战役中 活着张晦燦 殲灭国民党近一万人 脚步武器九千余件 在禁中战役 殲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 击毙国民党师长胡俊福 后来彭少辉率部参加太原战役 共检国民党军两万一千八百余人 升进国民党四十五师师长郑基周 不得不说 彭少辉真的做到了 功务不克战功不胜 就连毛泽东都说 彭少辉是红军部队培养出的独特人才 第八军军长姚哲 姚哲绰号姚一刀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军 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姚哲是大江山抗股留机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在彭少辉的怀率下 姚哲逐渐养了 敢于横刀立马的降噪 他的一生追随同德怀在战场叱咤风雨 战不复合 特别是一级大青山就能想起姚哲这个将军 抗日战争时期 姚哲为保证中共中央所在根据地点安全 率领着英勇坚毅的抗日游击队 在环境工作里的大青山 战阳船斗机 不停地同敌人周团 坚持了整整七年 分析的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围角和扫大 成功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游击各不敌 自此开始 随远大青山的抗日斗争 出现了斩新的战斗争 鸟哲和在大青山进行无畏战斗的英雄 为金中国的建设 做出不小的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军 简称伊雄 是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中 在同个环境大名下 各个都是骁勇善战的战神 这七位都是伊雄最初的军长 他们身后的利刃 也接上敌人人风丧蓝的猛将 这些伟大的将军 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